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物一定要分类 有用的东西 杯子和垃圾 鞋子和水果不要混在一起 一定要分类 我们要把陌生的东西归成类以后熟悉了 我们会感到安全 舒服 干净 而太监无法归类 所以叫做无所比数 非一世也从来之晚也 叫这个文化 所以 事官幻术莫不商计 旷慷慨之士乎 所以淫人苟活 忧奋土之中而不辞者 私心有所不尽 后面我们都知道了 还有朴语口语遭此祸受恭敬 众未相当录孝 乌鲁先人 每一何面目复上父母之 你看没法把进祖坟了 上父母之秋木乎 虽千百事构密圣野 千百年以后我仍然是背着这个污名 事已长一日而久回 居则呼呼若有所亡 初者不知所亡 每念及此 汉未尝不发背瞻一也 中国的文化 除了我们一般的人类 对这种归类之外 最重要的这种生殖文化 在中国 讲中法文化生殖崇拜 在中国是尤其突出 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没有像 比如说 像其他的域外文明的 那种宗教信仰 中国文化里面 没有成熟的 系统的宗教信仰 我们的生命意义如何寄托 我前面曾经说过 人类全部文明的本质 就在于反抗生命的有限性 战胜对死亡的 形而上的恐惧 我们要活在世界上 我们要找到生命的意义 我们要在想象中 还能预期到 我们死了以后 还有人记得 还有人承载我们的生命 承载我们的生命之流 所以这就是意义感 那么这种意义之网 这种意义感 在西方文化里面 我们看到 或者在印度文化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通过宗教 我们有来世 我们有天堂 有上帝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命 我们做一件好事 我们就离上帝更近 我们做一件好事 我们响应一下上帝的感召 做一件好事 我们就心安一些 我们就会减少焦虑一些 当我们闭上眼睛 杀走人寰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一种心安理的 微笑和安全 我们去见上帝 像泰坦尼克号那边 我们看到那感人的一幕 那一对夫妻 他们面对了这样的死亡 生命的 这样一种无可战胜的 生命的缺陷 没有办法 他们两个相拥 在那里 两个人紧紧的拥抱着 准备去见上帝 这个时候上帝的这样一个存在 宗教的存在 让他们感觉不到这种恐惧 这种生命的 这种 这样一种最彻底的绝伤 而在中国文化里面 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的文化如何解决呢 我们主要的是靠 当然我们受到文化 受到佛教的影响 我们也有来世 是吧 让我们有轮回 有来世 假如有来世 我愿意加倍的偿还 当就坐马都可以 对他的合法的妻子所说的 但是这个来世 对中国人又不是太确信的 所以中国人最确信的来世 在想象中最能够有根据的想象 延长生命 获得生命的这种绵缘的意义感 这种甚中追缘的生命意义感 甚中追缘的永续的时间 生命长流 是来自于家族 当我死的时候 当一个人年迈的时候 能够看到家族 昌盛 子孙满堂 能够想到自己在九泉之下 能够想象到自己的后继友人 我的家族繁衍 昌盛 清明节 有人过烧纸钱 刚刚过了清明节 我们也没做到 对自己的父母没有烧纸钱 我们死了以后 那更将 我们死了以后都不知道魂归何处 更将是孤魂野鬼 我现在觉得很悲哀了 很绝望了 死了以后不知道魂归何处 没有地方 这个社会让我们 那么 扁丹山一跑 九封山一搞 急急啊 然后鞭炮一放 然后烟火 烟气熏天 你说死亡都没办法 都找不到 一想这个人 所以我真怕死了 是吧 死了以后都 当然尽管不知道还是害怕 死了以后没尊严 是吧 活着当然也没尊严 所以前母先生讲 家族的崇拜 家族的感情 就是中国人的唯一的宗教寄托 宗教感情 我说 张一九说 家族的崇拜 家族的感情 就是中国人的唯一的最重要的意义寄托 中国人 获得生命的永恒和意义感的最重要的寄托 是吧 所以呢 在中国这个文化下面 当一个人 一旦看不到这点 一旦所谓的 我刚才讲的 生辉无荣于门房 肌肤莫传于来体 一旦这样的话 他的人生的意义 几乎丧失殆尽 所以你看看 再厉害的人 当然这是生 一方面是生之崇拜 再厉害的人 尤其男人 你要说他没有生育能力 完蛋了 再厉害的人一旦没有后代 过去的那些 我们看电影看小说 看我们现实生活也有 那些老地主 那些老财主 一生干尽十足 积攒财富 如果说没有继承人 完蛋了 活得一下子没有意义 那么再厉害的皇帝 也是这个问题 没有了继承人 莫大的家产没人继承 一生的奋斗没有了继承 他可以说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历史上甚至看到 这个对一个皇帝 也是莫大的 心理上的这种创伤和忌讳 所以有很多人 这里有讲点野史 讲点趣闻 也不是野的 是有根据的 比如说咱们那位岳飞 岳飞同志 他怎么死的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召祭 召祭当然除了要去北伐 除了要把那位灰金二帝接回来 是吧 接回来以后 我现在这个皇帝怎么办 其中还有重要的原因就是 触犯了宋高宗 最敏感的 可以说是最柔软的心理的那一部分 没法说的 为什么宋高宗 话说宋高宗当年南逃的时候 我们知道带着他的一帮残兵败将走到扬州 从河南的商丘跑到扬州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晚上睡梦中间 一只金人的油旗 一只探马侦察部队 忽然一样的冲入了扬州城 整个城中大乱 炸了营 军民四处奔逃 这个时候 荒乱中的宋高宗 打 可以说吓破了胆 还是惊恐万壮 那么可以说只带着几个宫女 拍马而逃 因为在乱金中间砍杀了很多人 他自己挥刀砍了很多人 才逃出来 以口气逃到镇江 逃到这个 那么后面的部队才追上来 但是留下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从此惊吓丧失了生育能力 从此以后没有了生育能力 所以我们看我们历史考译一些家 做了很多大量的考证 所以后来的一些太监 宦官为他找各种各样的村药 治病治不了 就这一次吓坏了 唯一的他有儿子 之前有儿子 有一个小孩逃到了杭州以后 也是他的禁卫部队军队发生政变 把他给推翻下台 把一个小皇帝 把他的三岁的儿子立为帝 后来当然是韩世忠怎么样 联合其他的部队又把复辟 把那个两个将领 政变的将领给杀掉 这样的高宗复位 复位之后 因为他的这个儿子 叫天无二日了 他这个儿子是一个被这个政变叛逆者立的 已经遭了重大的忌讳了 所以这个儿子后来就 在一次偶然的事故当中 就死掉了 所以死掉之后 宋高宗就绝了后了 绝了后以后 就一天到晚装神弄鬼 找药到处求仙 到处寻找什么药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消息当然也就被北方的金人知道了 所以利用这个就大肆轩 所以你看看你们高宗 本来你就不是正统 上天要灭你 你折腾什么 你没后代 你都绝了后来 你还闹什么 所以呢 更加加倍的要把什么 灰心二弟的后代送回来 所以岳飞在咱们武昌住着 他因为他这个地方是前线 他住房的整个的 从湘返到河南到安徽这一带 都他的房区了 所以他知道了消息 于是老先生就兴冲冲的跑到杭州 说是要要求皇帝 意思就是说早点认账吧 现在看来 你得不要老是为别人把这个事情说这 所以怎么办呢 希望他能够接受这个现实 不要再做努力了 所以当时很多人 很多大臣 谁提这事 谁就倒霉 当时一个皇家的宗室宰相叫赵鼎 也是一提这事 马上把他扁掉 当然嘴上说 再等等 我再等我几年 那么迟迟不肯把这个位置 因为什么呢 这种莫大的家产 如果不传给自己亲儿子 这也不甘心 传给谁 要从庞之去继承 要找一个远之去继承 所以总是不甘心 在岳飞跑到杭州以后 他自己在念奏折的时候 据说也感觉到非常恐慌 遭了忌了 一边念一边 这个剧记载 手只哆嗦 奏章 指沙沙作响 然后宋高宗听了以后半天冷冷的说了一句话 就是听领重兵在外 此事非你所得一言也 这个事情你掌握重兵掌握这么大的军队的人 你怎么能够说这个话呢 这是你不合适的 那么说完了以后又扯掉别子 最后突然冒一句带杀鸡的话 所以太子无所谓 犯我法者唯有贱而 犯我法的人只有用贱来对付他 所以这就是岳飞一次到进京面圣 后来很大的意义上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触犯了宋高宗的最敏感最隐痛的事情 为什么呢 这里面还有个伦理的问题 还有个中国文化里面那种神秘的报应观的问题 因为认为是高宗本身他不是当皇帝 不应该当皇帝 所谓的太学生陈东等人被腰斩也是这样的 也是走在河南到扬州的路上 陈东他们说你怎么当起皇帝来了 你没有传给你 你现在皇帝还在 你应该是什么起兵营救 号召天下兴起义军 要去营救收复中原呢 你怎么匆匆忙忙要做皇帝起来了 所以当时在高中后来晚年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 南北方一个传说这是报应 串了别人的江山 你遭到了报应 你看你勉强不是你的 你勉强征得皇帝 你的兄弟 你的父亲 你就不去救他们 你在这里偏安江南 所以上天要报应你 所以这几种因素使他 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 所以一直拖到了 在他继位三十几年之后 才没有办法了 才只好接受这个现实 所以从他的旁边的宗师子弟里面立了一位 而这一位皇帝就是后来的什么 宋什么宗啊 宋孝宗 这个孝宗就是从 从谁啊 从赵光印 赵光印的后代 那要一说历史又有了 又有什么了 又是报应的问题 历史你不相信吗 还真的 这个真有报应 为什么呢 赵光印我们知道 宋高宗这一支 他们这一支是弟弟赵光印的后人 是弟弟 是吧 我们知道当年兄弟两个打天下 皇帝赵光印夺了天下以后 他的几个儿子都长大了 但是后来一次也是在晚年生病的过程中间 所谓的足营辅生千古之迷 是吧 可是他们弟兄两一块打的天下 那么按照一般的逻辑应该传给他的儿子 但是弟弟这个时候是共同打江山 而且晚年生病的时候 在他最危险的时候 生命垂危的时候 叫他弟弟来的时候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 是吧 所以足营辅生 只听到有辅职的普通的声音 然后皇帝就弃绝而死 这样的话 弟弟就继了位 而且继了位以后 我们只知道 这位他的哥哥赵光印的这几个儿子 最后一个一个都莫名其妙的死掉了 所以呢 他历史不是报应了吗 夺了别人天下 而且在宋人的笔记里面还有这样的故事 是什么呢 当时南宋的使臣 使节 两国后来建立了外交关系 要互派大使像今天似的 到那去了以后 发现灭掉北宋的这个皇帝 金朝的皇帝相貌 怎么样 绝类我祖太宗 绝类我祖太祖 阴魂不散 人家轮回转世又来报回来了 把天下夺回来了 所以最后又夺 这是另外的演绎的故事了 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皇帝对于我们一般人 那么对家族 对中法 他的观念都是非常重视的 那么皇帝 他的继承的问题里面 涉及到政治的继承 涉及到方方面面重大的 盘根错绩的利益集团 也涉及到他个人的 这种生命的意义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宦官在这个问题上 由于他丧失了这样的能力 给这样的社会联系 所以是非常的孤立 在这个社会里面是非常的不正常 被边缘化 极其遭的 可以说是卑贱的 这是他的特殊性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